凳子排排座陆军四三 炮旨部官兵与义工特遣队 初次见面 大家知道下礼拜是什么周啊 没错就是汉光周 官兵前线打汉光 事前的宣伟落军不可少 先来破冰玩游戏 也许 义工队人员编制总数41人 但从今年起组成了义工队的特遣队 这逻辑宛如义工队的联兵营 太选部分队员直接进入营区 接近基层官兵 不穿表演服而是迷彩服 之前配合连勇操演 进驻三军联训基地两个月 登台更是穿着防弹背心 拉近与官兵的距离 也能趁此时偷渡重要讯息 长官的宣导都是以 类似演讲的部分 告诉大家我们注意什么 义工队来用游戏及活动 带入的时事 像防疫演训注意的安全 以及营区的两性注意的部分 让我们比较深刻这样子 比较不会枯燥发味 在平时传统慰绕晚会基础上 增加了特遣队任务 趁着汉光前南下宣伟 没人要身兼多植 希望我们的妹妹还是喜欢我们的舞蹈 妹妹 是不是 操演工作压力都非常大 很多官兵都不善于触发自己的压力 透过这个方式我觉得非常好 以团康来说在大型晚会上面 因为受众有限 所以还是会以表演性质的团康为主 但特遣队的团康我们就会希望 确保跟每一位官兵都有互动 一个小时的炫味主要在周末进行 如果进驻基地平日吃饭时间 今年成立的乐团要启动live band模式 用live band的话 就跟官兵可以开放官兵时事点歌 好啦 演出型是做不到的地方 群众流传一句话 等到退伍还是看不到义工队 如今启动特遣队模式 提高机动性 接触几率有望增加 从而实现验证战场宣伪 只是纵观义工队这几十年来 面对大环境的变迁 从当年的张雨生 到几年前的卢学瑞 以前的义工队因义务意向来星光闪闪 但全幕并置上路后 没有明星加持 转型是一大挑战 欢迎来到义工队 形象甜美 IG粉丝数破千 原是宪兵的陈玉璇 去年六月参加征选 成功转入义工队 同时要监负军人的身份 对我们来说 其实由冥斩军这个过程 我觉得都很不容易 清一色都是素人 但要求有十八般武艺 登台上一秒是歌唱女主角 下个节目一秒变配角 除了原本的舞蹈跟歌唱之外呢 我们还会加入了像是 欣甫的舞台剧 或者是像是杂技 学习的时间很短 我们大家都是零经验 然后从舞蹈直到台上 不管他们该怎么说 我觉得看似轻松 得历经魔鬼训练 你一开始是这样吗 台下的观众不会知道 你手受伤和感动 你再收起来 我从86年进入白雪义工队 一直到现在 职业军人里面要挑出 这样专才的人 其实还是有限 所以我们会传承义工队 往年的经历经验 吃苦当吃不 但说要吃 在义工队也是很残酷的事 如何断定体重合格 女生身高扣掉115公分 男生身高扣掉110公分 答案就是理想体重 可接受范围正负量公斤 既然是军人体能也得达标 另外上台前 大件灯光音响和下台后拆除 都要自己来 这根头好多重 平均年龄23岁 投身军律当义工队 一年得全国巡演50场以上 训练和演出过程 严苛仿佛演艺圈 留下汗水泪水 以及青春年华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 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